各位朋友各位网友 大家晚上好 现在是2020年的1月31号晚上11点22分 我现在刚刚从美国回到加拿大 12月初我从香港到美国 从美国到加拿大 从加拿大到美国 又从美国回到加拿大 来来回回很多次 我之所以这么网叫做这个节目 是因为今天从美国回加拿大的途中 听到了一个突发的消息 美国先不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各去14天去过中国的外国人不得进入美国 有绿卡的人和美国公民的直系 亲属 除外 那么另外无论是美国公民 还是绿卡持有在14天内进入武汉的 武汉的回美 必须要进行隔离审查 从星期日的两点钟 开始执行 我不知道我过两天去美国 会不会受这个限制 这是美国五十年来宣布的一个 最严厉的入境的管制措施 在三十号的下午两点钟 世卫组织 就是WHO 宣布了中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由他的总干事 他的赛在瑞士宣布了 实际在此之前 美国已经率先对中国实行了撤销的行动 韩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 也相继地跟进 据国外的报道 有近六十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实行了撤销的行动 或者严格地控制中国人入境的措施 沙士也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但没有让这些国家这样的心思动众 实际上从数据上我们了解到 美国在2019年的流寡当中 有六千多人因为流寡而死亡 那么在这一两个院子中 还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但是美国卫生部长阿查尔是这样认为的 流寡 病源 传播的途径 医治的手段 都是非常清楚 流寡可以通过打孕妖得到秘方 中国有些网友就认为 我们现在的五号肺炎 到今天为止也不过是 死掉二百三十多人 外遇人感染 比起美国的这个数字来说 还是非常小的 但是美国的卫生部长是怎样解释的呢 他就认为 中国的五号肺炎 从源头上 像不倾斥 源头重活而来 从传播的途径上 并没有清晰的路径 但美国也缺诊了 人可以传人 但是是否还有其他的途径呢 第三个就是在治疗的手段上面 还无法找到特效率 所以 美国 率先 采取了车桥的行动 而且 宣布进入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不能低估 不能小虚 美国的这一做法 美国 人知道了什么 美国这样的行动 意味着什么 他的这个绝顶就是 过去40天去过中国的外国人 不得入美 有绿卡 的人 和美国公民的 执行倾诉 可以不受此限 但另外这一条的规定更严厉 无论是美国公民 还是绿卡的持有者 14天内去过 武汉呢 回美化之后 都要进行隔离的检查 美国把这 武汉肺炎这个疫情 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比呢 美国流行性的感冒 死掉的数千人呢 这个重视程度呢 要重视得多 这也就是说明 这个来势汹汹的 冠状病毒 让美国又感到震惊 我到美国的西雅图 去呢 街上上很少看到戴口罩的人 只有在华盛顿大学呢 看到了一些学生戴口罩 而这些学生都是亚洲人和华人为主 当然 这是在美国尚未宣布 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时候 所看到的 因为西雅图是美国 第一例缺诊冠状病毒 患者症状的程式 所以它有典型性 又特别的意义 我呢 又到了加拿大 发现的第一例的 缺诊的冠状病毒的城市 本拿笔去了 这里呢 看到戴口罩的人也非常的少 但是有 而这些戴口罩的人呢 是以华人为多 我在它的一个特大的商场 Match Town 看到了一些戴口罩的华人 和他们交流了 他们就觉得呢 一定要防备 美国采取的行动 可以说非常的迅速 非常的果断 它在私募组织 没有宣布 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时刻呢 就已经拆起了撤销的行动 是美国有先知先觉 还是美国知道了什么 那从目前来看 像这一个突如其来的这种 疫情 中国政府 还是有一党专政的这种 制度性的优势 采取了封城的行动 目前来看 要有效的阻隔 并约的传播 封城的行动 恐怕是最有效的措施 尽管这个 受到了社会阁界的批评 也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国家 才可能做得到 在西方的国家 这是罢不到的 这也许就是各有不同的制度的优势 都表现出来了 在加拿大的媒体上面 我们看到了 这些报道 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说是有63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采取了车桥的行动 以及阻止中国公民入境 或者是暂停 暂停中国公民入境签证 等等的措施 我认为 这是每一个国家采取的不同的措施和手段 无可厚非 所以就包括中国最好的同志家兄弟的朝鲜 首先就不让中国的公民进入 我记得在猪流瓦的时候 我要去古巴 飞机飞到了墨西哥 墨西哥的飞机就不能进入古巴的领空 因为古巴刮毙了猪流瓦的发源地的墨西哥 不让进入 没有办法 这样一个事件 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世卫组织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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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早预防的有效时间 看来四目组织 WHO还是经过慎重的考虑 看来几次紧急的会议 才做出的这个决策 他这种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在宣布的过程当中 做了充分的说明 对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当中 做了很多的工作 进行了正面的评价 当然他不希望宣布了这一个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对中国的经济产生 负面的作用 当然只是他一厢情愿 一旦宣布了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就意味着 这个传播的高强度 治疗的困难性 防范的必要性 等等等等 但是我认为 世卫组组织的这个决定来迟了 应该早一点宣布 让咱们有更多的防法的心理 到今天为止 因为 冠状病毒 夺取了235人的生命 3万人受感染 世界13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有报道 受了感染 缺诊了患者的 人数 疫情 据专家的工具 在2月4号 8号 还会 有一个 爆发期 根据他们的判断 现在 感染的人数 不是上万人 而是十万 而是十万 或者更多 他们是从 日本的撤侨 和 韩国的撤侨 人当中 对不起 所换 观众病毒 咖啡 的人 的比例当中 推算出来的 当这种推算 这种学习的样本 是否科学合理 我认为 还有待考察 但是对这种突如其来的 疫情 我们得高度的关注 现在不仅仅是 美国的车调行动 而且 世界多国的航空公司 多国政府 都对中国 到中国去旅游 发出了警示 停航 惧罚签证 比例的国家 在上升 这场灾难 跟人们一个什么教训 人类不可以 去 侵蚀 该属于 其他 物种的 领空和领地 这是后话 我到的奥斯蒂 这里呢 有一座桥 桥下面 就有 上卦的蝙蝠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 这里的人会去吃蝙蝠 当然 因为现在的病原的根本原因 没有找到 是不是因为吃蝙蝠 而产生这次 病毒的传播呢 还没得到科学的考证 只是说 我们 该吃的吃 不该吃的还是不要吃 这不能说是 人受到了 其他物种的报应 但是应该讲 应该要习起教训 如果 如果 沙士已经跟了 我们一直深刻的教训 那么这一次 冠状病毒 更引起我们的解决 不要小叙 其他物种 对人类的 攻击和危害 人类应该 好自为之 今天我的节目就到此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